一位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把几只蜜蜂放在瓶口敞开的瓶子里 侧放瓶子 瓶底向光 蜜蜂会一次一次地飞向瓶底 企图飞进光源 它们绝不会反其道而行 试试另一个方向 困在瓶中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情况 是它们生理结构所始料未及的 因此它们无法适应改变后的环境 这位科学家又做了一次实验 这次瓶子里放的是几只苍蝇 瓶底向光 不到几分钟 几只苍蝇都飞出去了 它们多方尝试 向上 向下 面光 背光 它们常会一头撞上玻璃 但最后会震翅飞向瓶颈 飞出瓶口 然后 科学家解释这个现象说 横冲直撞比坐以待币高明得多 其是 在人生的道路上 许多人因害怕失败 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恐惧的心理 使许多人更丧失了成就未来的大好时机 实际上 在实现人生价值 人生理想的过程中 往往总是伴随着挫折 痛苦和失败 所谓心想事成 一帆风顺 只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或者叫做屡败屡战的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